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中国南京市里住的日本人 竹内亮 我现在在南京駅里面 但我现在来到武汉里拍摄 到了 到武汉了 终于到了武汉 好久不见 继纪录片《南京抗议》现场后 近日 日本导演竹内亮再次拿起手中的相机 拍摄最新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 用镜头记录武汉的抗议故事 把温暖带给全世界 疫情期间 居住在中国南京的日本导演竹内亮 就不断提起一定要去拍武汉 正式出发前半个月 他在微博上向网友募集住在武汉的故事 与以往的作品不同 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的名字更有故事性 叙事手法也颇具人情味 《好久不见!武汉》是老婆齐的名字 第一个意思是真的是好久不见 因为三年没去 第二个是我一直想去武汉 终于见到了你 所以好久不见 第三个 这个片子是以外地人的角度来拍的 外地人跟武汉人说好久不见 因为外国人对武汉的了解真的并不多 这个片子不仅是给国内人看 还是给国外人看的 所以从黄南海现实场 还有雷先生医院讲故事 拍摄期间 给竹内亮最大的感受 就是武汉这座城市的美好 去武汉之前有可能还是比较紧张的状态 但是到了武汉之后 哎呀 完全不一样 就是根本没有紧张 跟以前的那个武汉一模一样 我觉得武汉作为一个旅游程序的话特别好 那这次的话比较了解全面了 所以没想到武汉菜这么好吃 武汉的风景没想到那么美 武汉人没想到那么热情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不会关注这些点吗 对于竹内亮来说 武汉除了风景如晃 还有武汉这座城市的温暖 原来的武汉是这么好 比如说这次在武汉帮助我们的住手 免费帮我们开车 好多武汉人给我们报名 就主动的当住手 我们住的也是四星酒店 比较好的 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 竹内亮告诉记者 除了拍摄与疫情相关联的纪录片 他和团队正在着手拍摄一部中国高考的视频 我想了解中国的高考是怎样 这次拍摄的对象是爱新考生专车队 以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考 谈及未来 竹内亮称会一直走下去 并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 记录后疫情时代下的民众生活 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 然后朋友说那边桥桥会更美 那边桥桥可以拍到黄鹤楼 要是前面那个楼就黄鹤楼 对就那个 我来了中国七年了 我非常喜欢中国 我希望把这些纪录片的魅力再扩大扩散出去 所以我们继续拍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纪录片 通过这次疫情 人的生活思想工作方式都变了 我们想拍后疫情时代的中国 然后把这个后疫情时代的中国 传达给全世界